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早上30岁的中央都会在咖啡的香气中开始一天的工作 这里是美国硅谷著名的企业孵化器GSVLAM 云集了多个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团队 中央所在的成都天府新区北美创新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让来自各国的创业精英了解成都是中央最重要的工作 我们有很多交易 我非常感谢每个游客来自成都的区域 首先我对新区是有一个很好的独到的一个理解 我们去过熊外新区是于河澳大湾区 珠海的河尼泽宝区 这些新区方面我去过很多 所以我知道这国家级新区的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创海南的机会 创深圳的机会 但是这个新区层面上有些机会和出面 天府新区就是创业投资的一个乐图 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最好有天府新区 我们北美创新中心的一个机会 就一无反过 三天之内我收拾到所有东西也反过来了 在美国创业十多年的中央 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美国 两年前当他得知成都天府新区北美创新中心 即将落户美国西海岸 他便辞去了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提供直播技术支持的工作来到了硅谷 参与创办了成都天府新区北美创新中心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咱们中心所在的位置 就在整个的硅谷的终点 我们看那边的小高楼 基本上它就是三番市市里 从这开车过去的话也就三十分钟 然后我们顺手看过去的话 那边那个相对较高的那个楼 那就是VIZA的总部 然后就是索尼的PlayStation的研发的总研发中心也在这 相对而言就比较方便 硅谷坐落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 一百多年前这里曾是美国的黄金箱 一批批淘金者慕名而来 在这里种下了自由与创新的种子 百年之后这里汇聚了谷歌 Facebook 苹果公司等上千家科技总部 成为了全球科技的心脏 2017年10月 成都天府新区北美创新中心在硅谷成立 肩负起了连接成都与贵图的重任 成都尼联盟 Hey guys good afternoon This is actually the very first weekly conference we will have in the year 2019 We helped with 27 the great entrepreneurs from Silicon Valley get visited in Chengdu And lucky enough we have twelve of those PandaTrip participants And also our friends and family in our ecosystem And doing the registration in Tianfu New And also a 47 million US dollar has already raised up in the past 作为中国国家级新区中首个海外创新孵化器 天府新区北美创新中心辐射北美地区 搭建起了硅谷与成都合作交流的重要桥梁 越来越多的硅谷创业精英 准备去往成都探索中国西部的新机遇 在旧金山有这么一所大学 它为硅谷的形成和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有着硅谷智库之称的斯坦福大学 在这里我们将去见一位年轻的创业者 比如说硅谷的这个resource的话呢是非常accessible 比如说投资人的资源呢或者是说这个很多创业方面 你所需要的一些资源的话就是很容易可以得到 30岁的王印超老家在沈阳 2010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浙江大学 去往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 2012年毕业后便留在硅谷创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与成都天府新区北美创新中心建立了联系 由此萌生了将自己与导师的项目落伏到成都天府新区的想法 如果成都的话这边人才比较多 然后包括互联网方面的人才 那么我们想在这边的话能够做一个研发中心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网络安全一个是区块链 对 这边的话呢会配备一些这个世界顶级的一些师资 包括这个诺奖啊土龄奖的一些这个学者 会再进行一些这个研发和授课 为了让这个想法变为现实 王印钞决定去听听导师的建议 嗨 教授Diffy 我还有一个任务 来介绍您的天府地区 在成都 眼前这位鹤发童颜银 银发极尖的老人正是王印钞的导师 被称为现代密码学之父的惠特菲尔德迪菲教授 今年70岁的迪菲教授 是2015年世界计算机领域最高奖项 图灵奖的获得者 他所从事的密码学研究 对区块链这一前沿技术有着重大贡献 王印钞与迪菲教授相识于一年前 两人一见如故 不久后 王印钞成为了迪菲加密实验室的顾问 他们想要有科技码学研究 在那里面 我们可以谈谈的可能性 这是我们的顾问 他们的航空间 他们的航空间有两个艺术 我认为他们有一个公司 这是一个公司的路由 由于俄罗至西方的北方 你觉得这地方 这地方是非常美丽 听了王印超的介绍 狄飞教授对万里之外的成都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期待着2019年 开启他与成都的故事 而同在硅谷 还有一位以色列人 正在准备他的第四次成都之行 他叫Ethan 今年38岁 中文名字叫舒逸生 热衷于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他 是硅谷以色列企业家联盟主席 同时也是一名发明家和未来学者 去年7月 舒逸生作为嘉宾 曾前往成都 参加2018北美人工智能企业 中国型活动 正是这一次的成都之行 让舒逸生发现了新的机遇 作词 我们知道 Chingdu是中国的剧院 建立技术 所以我们有新的技术 我这次有新的技术 这是最优秀的艺术 用AI 我会告诉你 你会看 孩子不喜欢用的尴尾 但这玩意很喜欢玩 所以在孩子中的洗手段, 他們有在洗手間的手指, 是這模式的毛衣。 所以在洗手間, 他們玩遊戲, 你看到這裡, 他們在洗手間的味道, 或是他們在洗手間的左邊, 但是也就是全數的資料 也要送到手指, 所以他們能把孩子 track 給他保護了解自己的洗手間。 Sang Du and the Chan Fu New Area has really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entrepreneurs and unicorns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become a unicorn and if you look at the plans for the Chan Fu New Area you see this is an ecological zone, a beautiful area, a futuristic city we might call it a utopia so this is really a dream for entrepreneurs to finally land in the new area of Chan Fu and also Unicorn Island 憑藉在硅谷 物联网领域丰富的企业资源 以及对成都发自心底的喜爱 2018年11月 舒逸生成为了成都天府新区海外人才工作站的一名顾问 OK 各位 朋友们和同志企业 我一直在告诉你们的 Chan Du and Chan Fu New Area I haven't told you how much fun it is This is an excellent sign I got in the wide and narrow streets in the old town of Chan Du It's my name, Xu Yishun There's a panda and Chengdu is the capital of the Pandas So if you love cute little pandas and also becoming a unicorn company You have to come to Chengdu and the Chan Fu New Area So Ethan, I've heard of the pandas, is there anything else exciting in Chengdu? Oh man, there's tons of stuff to do. Not only does it have the best food in China, that's the Sichuan food, of course you've heard of, but there's many, many things to do. What's your impression about the Chengdu people? Oh, amazing. The people in Chengdu are so kind. The new Silicon Valley would b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grow. Do you think Chengdu offers similar opportunities? With Chengdu, not only do they have the expertise in hardware, but they have, you know, IBM is set up over there, Intel is set up over there. So you have a lot of experts in AI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So if you want to grow your team in China, Chengdu is a great place to do it. In硅谷,还有很多像舒逸生一样的创业者,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因为成都天府新区北美创新中心搭建的合作桥梁, 对成都充满了向往。 The Panda trip had a very great experience, in terms of seeing the incredible development in Chengdu city proper. Really think about like peopl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ll united together, and then to create a sustainable system, and then to really try to bring people's life. 从筑巢引凤溪到花开碟自来, 2018年,成都天府新区北美创新中心, 引入12个优质海外项目落户成都, 与全球雷达产业巨头Quarnergy, 超级高铁Hyperloop等多家独角兽企业, 达成跨境合作意向。 与哈佛商学院天使基金研究院, 和斯坦福区块链实验室在内的 七家北美本地学术学院, 实现了有效合作。 成都与闺府将迎来更多跨越重洋的牵手。